柯文哲嘗試的 已經在解決美中台的問題了 他創造一個三角理論 我覺得他三角理論是有意思的 這個三角理論裡面他認為 台灣的活動空間 就在這個三角的面積裡面 如果說兩邊的線 就是三邊的等線 越來越大的話 台灣的活動空間就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如果 兩岸的關係好 擴大了 有助於改善 這個美中的關係也擴大了 美中的關係一改善以後 美台的關係也擴大了 這個空間就越來越大 這樣的一個面積越來越大的話 這個就是柯文哲 目前在解釋的一個三角理論 所以他在講的是集合學 他在講集合學 他用醫學 用數學的邏輯 要嘗試的要來突破 這個美中台的三角關係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 已經在構想他的下一步的路 這裡是在台北市政府 兩岸小組的時候給他的建議 沒有 這個我沒有 這個我是覺得 我是判斷柯文哲 在創造一個三角理論 因為他的觀念是說 如果兩岸的關係 一直越來越不好 很短 然後你跟美國的關係 即使拉得再長 你跟美國關係拉得再長 但是由於兩岸的關係 越來越糟的時候 美國會打台灣牌的時候 美中的關係也越來越短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我們的面積活動空間 就越來越小 這個對台灣是不利的 所以他的主張就是 怎麼樣能夠改善兩岸的關係 他在為兩岸家親要前進到九二共識 再鋪路了 我覺得他已經在構想 先創造一個年輕人可以接受的環境 年輕人可以接受的理論 接著他就開始提出下一套的理論 我覺得這個柯文哲是有步驟的 有計畫的 他在準備當總統 他當然知道他今天這樣講的時候 一定會引起討論 而且他把大陸比喻是警察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傷到他的內心裡面 最脆弱的那個感情 就是說我變成賊了 民進黨原來是在台灣 在兩岸之間偷錢的那個賊 這個偷錢 偷誰的錢 強盜是搶錢 對 強盜搶錢 搶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兩岸的商人的血汗錢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商太大了 所以他們一定會起來反彈 反彈的時候 就這樣的一個機會 把他三角理論就推出來了 我覺得他會再進一步的 去完善他的三角理論 這是我的一個推測 但是我記得我們上禮拜跟韋漢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就有談到就是有關於 柯文哲會不會幫陳天甫站台的問題 我們認為一定會站台 而且我們的觀點是 我們覺得不會影響雙方的關係 因為各自有各自的屬於的對象 而不是兩個直接交戰 是屬於間接性的交戰 這樣的一個情形 像你看今天韓國瑜的講話裡面 其實就很明白了 講出來了 他說我們各自有各自的支持 就是我們各自有各自的支持 我們各自有各自屬於的對象 所以不會是硬碰硬 也不會是軟碰攏 其實這個潛台詞就是 不會損及兩個人之間的 目前還維持的這個很好的情誼 只是韓國瑜現在是國民黨的黨員 國民黨的高雄市的市長 他還是要考慮黨的立場 但是我特別留意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整個媒體跟台灣的輿論 跟台灣的民眾最關注的 竟然還是這三個人 也就是說大家關注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分區立委的選舉 就像選區長一樣 他是很扎實的一個地方的選舉 像會委員還要爭取信義區的話 他一定是要 區域的立委真的是 這樣選縣長選區長一樣 他要扎扎實實的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些大頭人物 去幫他們站台的時候 其實都有影響力的 因為他會帶動一些 沒有很大的意見 但是我根據你的判斷 我支持你的判斷 我把票給他 所以他會加成 愛物及物 對 會愛物及物的方式 好 民進黨裡面是蔡英文 大家會注意到 蔡總統去幫何志偉站台了 這個白色力量裡面 是柯文哲 柯市長 去幫他的陳世宇站台了 好 陳平甫裡面 大家不太在乎 這個是吳敦毅幫他站不站台 不太在乎朱立倫 幫他站不站台 還是這些人都去過了 我們沒發現 那因為 不是 主要不是很在乎 不是很在乎 是誰幫他站台 可是大家卻會在乎 韓國瑜有沒有幫陳平甫站台 去了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情形 其實已經可以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民意或者是輿論 大家的焦點是在於 這三個人是同等量的 也就是蔡英文 柯文哲 韓國瑜是同等量的 同等級的人 同等級的人代表什麼意思 意思也就是說 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真正要能夠廝殺了 是這三個人 那問題就來了 蔡英文在民進黨裡面已經擺明了 目前的趨勢已經就是蔡英文 代表民進黨了 柯文哲不用誰同意 他叫他同意就行了 他說他六月來做決定 可是國民黨內還在廝殺的時候 好像國民黨跟黨外的 還有社會的輿論 好像都已經屬於韓國瑜了 現在變成是 韓國瑜要不要被趕壓著上架說 好了 既然是眾目 大家希望眾望所歸 他就以慎選為主 因為他要捍衛黨的利益 要捍衛黨的立場 任務當然就是讓國民黨執政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我們看到政大選員中心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 最新的民調 柯文哲大於朱立倫加蔡英文的總民調 這個不是他們區域立委的民調 這是未來選舉的民調 還可以公布 柯文哲大於朱立倫加蔡英文的總民調 這個如果假設把朱立倫換成韓國瑜 很有可能就是 柯文哲等於韓國瑜大於蔡英文 這個就有廝殺 有慎選的可能性 會不會就改變很多選民的想法 或是改變國民黨的氛圍 然後韓國瑜為了黨的利益 為了黨的立場 被逼得不得不跳出來選 這也很難說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看出來 韓國瑜的等量是跟柯文哲 跟蔡英文是同等級的 其他的人好像還夠不上 他們同等級的 這很有趣 賴老師果然不愧是國際事務專家 他講到的是我認為這一次 柯文哲談話真正的重點 是在於柯文哲提出了 他自己的美中台三角關係的 一個邏輯 這對於當前的政治人物來說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現在的政治人物都很魅俗 在處理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打安全牌 都喜歡走灰色地帶 最好就是不要傷到自己 不要明確表態 然後在這個問題上 只要不失分就好了 但是我認為柯文哲 在這件事情上 展現了他的企圖心 柯文哲的強盜說 很多人認為說他是失言 但坦白講我不是這麼認為 柯文哲不是一個這麼容易失言的人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經過計算的 他如果今天不丟強盜說 這樣這麼重的一個比喻 甚至讓大家引起這麼大爭論的 一個比喻 恐怕沒有人會注意到 柯文哲對於美中台三角關係 有提出完全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強盜說坦白說 就是一個吸睛的功能而已 丟出來之後引起外界這麼多的論戰 論戰的背後 柯文哲其實就得到了他要的東西 因為大家忽然發現 柯文哲居然有一套 獨到的美中台三角關係 台灣要如何在美中的 兩大強權夾縫中求生存 這是柯文哲的論述 但是我要提醒民進黨跟國民黨 注意這件事情的是 當柯文哲拋出這樣的一個議題 他其實是壓制了蔡英文 某種程度來講 蔡英文在習近平的談話當中 獲利是最高的 所以蔡英文的民調 從1月3號開始到現在 增加了十幾個百分比 就是因為他知道 大陸習近平是他這次 最好的助選員 所以他到昨天到今天 每天都在罵 他每天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不斷的告訴 台灣的民眾說 他是辣台派 他是有勇氣的 他很勇敢 他會繼續的嗆下去 他每嗆一次 他認為他的能量就增加了一點 他的民調就回升了一點 可是柯文哲看到了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不希望讓蔡英文一枝獨秀 他拋出了這個論述 某種程度來說 他是壓制了蔡英文 也對民進黨的路線 提出了他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國民黨也不需要高興 因為國民黨必須要警覺的是 柯文哲在這一次 台北市長選舉裡 我認為他體悟了一個重要的真諦 就是未來他如果要打贏 三角選戰 他只能夠從藍營這裡搶到選票 因為民進黨的勝率 跟基本教育派的票 是很難切割出去的 除非最後發生氣保效應 否則柯文哲要拿到並不容易 所以他要如何從藍軍這裡 拿到選票 兩岸問題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如果當藍軍的這些政治領袖 跟太陽們碰到兩岸問題 每一個該閃的閃 該躲的躲 講個真心話 都不敢出來講的時候 只有柯文哲一個人跳出來講的 對深藍的選民 他們怎麼看這個局面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看到了柯文哲 講了這個強盜說 自己還在暗自竊效 以為柯文哲又犯了錯 又失言了 又扣分了 那麼我覺得 國民黨就上了柯文哲的檔 國民黨看到柯文哲 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國民黨更應該要警覺 我們的兩岸論述 不可以模糊 我們不可以閃躲 如果柯文哲都有這樣的膽識 提出他的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論述 那麼我們的是什麼呢 國民黨做朋友 反而真相ương 我們會的話